一直以来都有这么一句话叫做父母为之即深远 在娱乐圈发展的明星们可以很大程度的提高家中的经济条件 有了子女之后肯定也是要为子女铺路 今天便给大家讲讲徐乃琳的故事 1959年徐乃琳出生于台湾的眷称 最早一半午出道 后来在唱片公司招聘中脱颖而出 在上世纪80年代发行了首张专辑小薇 开始受到市场瞩目 但真正让她扬名的还是演员的身份 尤其是在琼瑶剧中饰演的翩翩公子形象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年琼瑶剧是收视的宝藏 也是出名的捷径 而她便是琼瑶的御用男演员之一 参与拍摄了庭院深深 海鸥飞处踩云飞等多部剧集 在婉军中扮演周家老二仲康 让人印象最为深刻 记忆中的她总是一身长袍 外加一条白微薄 性质文文而雅 非常符合穷妖对男性角色的设定 时至今日 仍有不少居民惋惜仲康没能跟婉军走到一起 不过进入2000年后 她就把事业重心放在了主持工作上 并凭借着出售的口才 以及敏捷的反应能力 成了圈中的殖民主持人 还获得过最佳主持人奖 在主持行业的稳定发展 也使她彻底转型到了主持界 号称总业天王几怪咖 事业上的成功自然离不开背后家庭的支持 在1989年 她就与当时的华航空姐王家莲喜结恋礼 婚后男儿育有两子姻女 出于对太太的尊重 以及照顾家庭的需要 她放弃了前途大好的演员职业 专攻主持人 以便自己每天可以像公务员一样 归例上下班 大儿子叫徐欣扬 长相帅气 身材高大 完美继承了父母的好基因 如今已出道成为艺人 不时在社交网上分享自拍亮照 在最新的一组照片中 身高超过一米八的她 身穿黑色西装出镜 脖子上带着黄色的围巾垫缀 大扮很是有形有款 还一直把留着的长发剪断 整个人变得干净清爽 气质一点不说其父年轻的时候 其实她本来是做幕后的 直到2020年才正式加入娱乐圈 目前从事主持人的工作 但表现一般 暂时还没能接棒徐乃琳 当然如果她有拼劲 相信假以时日 必定能在主持界站稳脚跟的 女儿徐婷玉大学时 攻读的是艺术 但有跟随父亲的脚步进入娱乐圈 而是开了一间画室 过着很低调的生活 于2020年12月嫁给了一名圈外人 从当时的曝光照片来看 她长得不算太惊艳 但气质甜静 一看就知道是个性格乖巧的女孩 跟文具彬彬的老公很是般配 至于小儿子 是家里最聪明的孩子 全考入耶鲁大学 毕业后留在国外工作 闲少回来 今年63岁的徐乃琳 出道多年资产泼风 和热爱购房 并吃着家人在哪里 就为他们买房到哪里的原则 在海内外就用其处房产 早前太太及子女在国外定居时 他们就花费了9000万台币 在加拿大购置了三套房 小儿子去美国留学时 他也动了在美国买房的心思 再加上台北的多处住宅 可见身家不菲 如今他已拥有其处房产 仅是出租在温哥华空间的两间房 每个月就能让他收到不少的租金 去年10月 他花费4100万元 在台北内湖买下一处新宅 引发网友的讨论 据知情人士透露 如此大手笔 是打算将新宅给大儿子当婚房使用 要知道徐新阳已经年近30了 没出道之前就开始跟俄罗斯籍女友谈恋爱 两岸无拒文化差异 爱得浓烈 想恋不久便带女友带回家见家长 可见他双方重视女方 徐乃琳也十分支持两人的恋情 对准儿媳更是喜爱有加 身为父亲他也为这对小情侣可谓是敲碎了心 除了帮他们买房外 还帮助两人双双进入娱乐圈捞金 2020年时 他却动用自己在娱乐圈的人脉 帮准儿媳签了经纪公司 还安排对方在某节目中担任助理主持 出小型专辑等 而对于徐兴阳的发展他更是尽心尽力 先后帮儿子接下了新光荒奈成综艺的主持工作 亲自上阵为儿子站台 父子俩默契配合 话题度十足 何谓是逢光无限 虽然在父亲的庇护下 这对小情侣在娱乐圈混得风生水起 但事实上能拿到的工资并不多 早前就有媒体爆料 徐兴阳的月薪只有5万台币 需要父亲的援助才能成家立业 今年2月 徐乃琳宣布女儿领盆栽集 自己月底就要当外公了 感叹世间过得太坏 而同一时间 小儿子孤零零在国外 可谓喜忧参半 谈到近况 他表示 他去年年底本来想飞到国外找小儿子 猜好节目邀约找上门 他只好暂时不出国 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 小儿子喉咙突然很疼痛 经过检查后发现确诊了 好在已经打了山针 吃了一些药以后 目前已经好转了 不过作为父亲他真的很担心 索性没过一段时间 小儿子便痊愈了 近日 有记者拍到徐兴阳开着好车 载养女友雏形的画面 立马引起了关注 当天下午 他开着父亲的百万豪车出门 将车停在一家服饰店附近 带着女友进店选购服饰 曝光的镜照中 他染了一头红发 穿着一绳黑色衣服 脚踪拖鞋 造型相当的接地气 由于戴了口罩 没有露出整张脸 而女友这一次的现身 穿着一绳休闲装 头戴粉色余服帽 打扮很是朴素 却难以好身材 逛街期间 他拉下外套拉脸 露出一点点小蛮腰 闪露性感 让人一下子已不开眼睛 在店内逗留了一阵子后 两人都没有选购到合适的衣服 只能选择离开 之后他们来到一家寿司店 买外卖回家吃 整个过程中 没有表现如过于甜蜜 像极了老夫老妻 毕竟已经交往长达七年了 徐乃琳很看好儿子的这段恋情 上个月受访时 她表示儿子应该会在这两年完婚 自己已经准备了一套100平方左右的房子 给儿子和未来媳妇婚后住 不过强调自己的思想比较传统 希望两人不要先怀孕再结婚 然而徐信仰还没给自己定下具体的结婚时间 日前被问到结婚进度时 她直言如果好事将近了 会跟大家说 至于生小孩子暂时没有想到这么远 以后再规划吧 看得出来徐乃琳是家中的经济支柱 所以她一直都卖力的在娱乐圈拼命赚钱 这也导致了身体健康出现了问题 去年来月她被发现眼外嘴鞋 笑容僵硬健康状况让人担心 据悉在当时播出的综艺节目《天才冲冲冲冲》中 身为主持人之一的她 虽然说话肿气十足 表达也很清晰 但面部的表情非常的怪异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近照中的她 眼睛一大一小 左眼还不自然的抽搐 笑的时候左边嘴角不自然的裂开 双甲有些不对称 主持的过程中有人也看到了她的不自然 于是调侃是否打针太多 她直接说自己面部神经失调 为了了解详情 记者特意打电话联系了经纪人 经纪人证实她的确很患病 大周是两周前发现的 金奈琳透露 当时录影后立刻挂急诊 并立刻联络舒适的医生 对方请她自拍录影一段 吹口哨 影片做检测 她看到自己的影片有被当场吓到 嘴歪眼斜 十分的奇怪 不过医生安福表示 一看就确定是颜面神经失调 不用太过紧张 之后她随即到董医院做电脑断层 接受了针灸治疗 大概十几天之后就康复了 借了自身的例子跟大家分享 如果发现类似的现象要及早治疗 不要脱吃泪固醇 之后天天针灸 大概两个星期就好了 还大方的在社交账号上分享自己满脸针灸的照片 并表示自己后来痊愈了 没有去针灸 还有些不习惯 不过现在正准备开开心心过年 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了 说起来 柴康央早年也得过这种病 而且情况比徐乃琳更严重 当时她的右边脸无法控制 让左右脸看起来非常的不对称 严重影响到她的主持工作 无奈之下只能戴着面具录影 而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工作太忙 压力太大导致的 幸好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 她也痊愈了 现在疫情严重 徐乃琳不幸确诊 消息一出令粉丝们担心不已 据了解 三天前她与好友出外聚餐 出案饭后发现自己染病了 而她第二天起床后 也发现身体有异样 说话声音沙哑 为了安全起见 立马做了检测 结果呈现阳性 真实确诊 与好友熊熊染病 对此她感到很无奈 目前身体没有明显的不舒服 但也停工在家隔离 还要向录制的节目 天天冲冲冲请假了 值得一提的是 另外一位主持人 许凯欣也确诊了 因此节目主打算 改由曾国成 张文琦两人主持 许凯琳曾说过 不论事业如何 都要给孩子足够的陪伴 不能因为工作 耽误陪伴了家人 而主持拍摄的工作 可以集中录制好几期 这样就可以顺利的 帮她解决这一问题 工作期间的她 认真对待工作 生活中的她 用心陪伴家人 对于事业与家庭中的取舍 她心甘情愿 希望他们一家 过得一切顺遂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点赞 订阅 在评论区告诉我 你想知道的明星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